大家好 这里是莫少美国 我是Lydia 这几天全球至少有十多亿人 是个普天同庆 中国农艺新年的日子 但是对于有的人 比如这位年仅三十岁的 美国选美冠军 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了 他竟然选择了 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的 华公寓楼跳楼了 这个楼一共六十层 他自己住在九楼 然后他选择从二十九楼 跳了下去 这位2019年 丰厚的美国小姐 叫做Chesley 克里斯特 她是位黑白混血儿 当时是代表美国 北卡罗莱纳州参加选美 也是该选美比赛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 美国小姐 二十八岁丰厚 她不仅是有美貌 而且也才华很硬 她曾经是大学的田径运动员 同时拿到律师和MBA的双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 她分后的那一年是2019年 美国四大选美比赛 从青少年组到成人组 所有冠军全部都是非裔 选美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各花入眼 存在主观打分的差异问题 我们也喜闻乐见 人对美的定义和口味呢 在不断的扩展 这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但是 这种大跃进一样的一红而上 可以这么说吧 起码给人感觉就是美国这种 身份政治 肤色政治 已经矫枉过正了 即算是就是说尊重照顾少数族裔 但是也非常僵硬的把所有少数族裔搞 好像就通通由非裔来主要代表了 然后连人口大头的西裔 拉丁裔还有亚裔呢 基本上都没法去媲美这样华丽的架势 那么继续说说这个Chesley的事 可以确定她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因为她留有一书 说要把所有的资产都给自己的母亲 这里也提一句 她妈妈也是2002年的北卡学美小姐 她既是人言可畏的牺牲品 也是政治正确的牺牲品 她自杀前 在网上留下了最后的痕迹呢 就是发了一个图像 里面说 让今天给您带来安宁和平静 我们可以看到她配着这张照片啊 五官是标准模特配置 比其他她的那些照片要更漂亮一些 由此可以猜想 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看法 她可能内心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从她这个图像的头像上面啊 我们看是一个Black Power 这个黑色拳头 就是黑人权力运动的一个标志 毫无疑问呢 她在政治上面 那么就是一个左翼的非翼活动家 在当选美国小姐之前呢 从事的也是律师方向的工作 而且是专门打那种民权 就是Social Justice 翻译一下呢 就是社会平权这种社会公正方向的那些官司 这也是当下的美国左翼呢 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潮 她在21年的时候呢 就写过一篇文章 里面说自己拿到选美冠军之后 马上就有人针对她的年龄 发起情愿 说要给选美比赛设置年龄上 她透露自己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六块腹肌和自然卷发的头 她感叹通常的选美女孩应该是模特般的高挑苗条 头发柔顺 走路呢也自大回头绿 我想她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那种 让人一看就非常清新的盛世美颜吧 她还透露呢 她这么写 我对现实的挑战招来了无数的网络型喷子 无数次我需要删除社交媒体上面 对我负面的评论和攻击 这其中不乏呕吐的表情和侮辱 我不够漂亮 当不了美国小姐 或者我的肌肉发达得像个男人的身体 她还提及 不光是外貌 还有她的思想 也被那些通常喜欢看学名小姐比赛的粉丝们 给排斥 她甚至还有年龄焦虑 对于自己马上就要满30岁的这个现状呢 也体现出来一些过度的担忧和不安 说自己正在对抗 变大龄到30岁 觉得非常遗憾啊 她真的是在拿别人的错误 在惩罚自己 其实她的美貌和智慧 在当下这个时代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可以接受的 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欣赏的 因为学门比赛 毕竟也是商业化的产物 主办方能承受一定的损失 但是不可能尝试那种完全写本不归的投资 所以喜欢她这样子的人呢 在美国其实还是有不少受众的 相当的市场了 但是非常可惜 她就把自己的精力和目光 过于聚焦在那些负面看待她的人群的身上 当然重点应该是放在谴责她 给她带来不幸的那些网络淋霸和网络喷子身上 但是如果只是关注这一个方向呢 其实不够 而且这样也不可能完全杜绝 今后就不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网络时代基本上是人人难以幸免于网络淋霸 前不久一个12岁的白人小女孩 还把自己吊死了 如果把网络淋霸就归结为身份肤色 这些因素的话 其实也是在以偏概全 就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也很难避免网络淋霸 我个人就受到很多网络上的攻击 包括诅咒 甚至还有死亡威胁 当然估计跟这种名人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别的 但是总归搞身份政治的势力 在他们最新于推出一个代言自己的产品 一个身份政治的大众偶像的时候 他们是否考虑过自己操之过急的步调 不仅是按住大众的脖子 大家要去违背一些常识 或者说在非常短的时期内 强行想推进一种很大众的节奏 还没有接轨的概念 同时也可能毁掉被他们选中的代言 Chesley 显然就是被步子走了太急的身份政治 捧杀的一个例子 可惜美国当下这样的环境呢 能够能够这样去发生分析的声音呢 一定是成为不了主流的声音的 主流只会把火力大量的集中在人言可畏这一个方向上 其实心理问题啊 往往出现在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值发生脱节的时候 那么造成这种脱节的环境可能是一个人非常不顺利 但其实现实上也有很多情况下 是往往一个人非常顺利 登上了个人事业或者奋斗的高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马上就会遇到来自内心的更大的挑战 真的就是中国一句古话 福西祸所以 祸西福所福 这个时候人能不能调整心态 把自己的目标适当放低 放到自己能力可以触及的范畴之内 就是非常重要了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拓展自己的眼界 都从身边啊 书本啊这种电视或者是各种文娱产品中间去了解一些与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信息 看多了呢 见多识广就肯定能产生一些抵御性 另外一方面 自己经历多了 人生起起伏伏 自己都各种看 走过 那么作为一个老司机呢 心态上面肯定也就会比那种新手们要成熟很多 既然已经说到身份政治了 那么这肯定让人不能不想到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当年提拔美国这个副总统副首的时候呢 选择Kamala Harris 其实完全就是一次身份性别政治的产物 因为这个Kamala Harris自己在民主党总统出选中间呢 民调连3%都突破不了 当时很多资源在帮助他 但是他的这种选举中间的过程 就连一个政治新手 安德洋 杨安泽的情况都比不上 后者 杨安泽呢 比他竞选 撑的时间还要更长 产生的能量还要更大 他上任以后民意支持率非常低 也是在医疗之中 完全没有超过任何情理之外 那么已经有这一层民怨再到的前提在那里了 这一次拜登任命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又放话要选择一个非裔女性 但其实美国人民并不卖账这种肤色正直的 因为就是连左翼媒体 比如说CNBC 爸爸的民调都显示 全美国有超过70%的民众 其实完全不认同这种根据肤色身份 来挑选人选的做法 当下美国简直在进入一种大跃进式的身份政治时期 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醒过来 对这种局面说不 好 今天的节目我跟大家分析到这儿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本期视频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给我们留言点赞并订阅我们 在外呢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频道的任何信息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